BIKING 機車資訊網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BYKING機車資訊網 我是小三 在台灣我們說到電動機車 我想大多數人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GOGORO 因為自從它率先提出並且實行了換電概念 然後再搭配了輕快有力的加速 充滿特色的外型設計的各式機種之後 說真的它改變了過去我們對於電動機車的既有印象 同時也創造很好的市占率 變成目前台灣賣最好最多人使用的電動機車品牌了 今天我們所要介紹的主角呢 它是GOGORO旗下的高階車款 同時它也搭配了很多更有話題更有意義的套件來打造而成 也就是GOGORO SUPER SPORT TCS跑魂套件版 在今天開始正式介紹我們的主角之前喔 有兩件事情我要先說明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目前GOGORO SUPER SPORT系列呢 在官網上它分為三個版本就是標準版 TCS版跟最高階的S版本 那這三款依照版本的不同 它的售價它可以使用的功能 還有原廠出廠所配備的套件喔 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個地方為了避免混淆 所以我們以圖卡的方式呢 在影片中跟大家來呈現喔 讓大家可以去做個確認 但是我也要提醒各位喔 所有車輛的配備喔 它的銷售資訊等等呢 一切都以GOGORO官方公告的為準喔 我們這邊就是做一個快速的摘要 讓大家來做參考而已 好 那第二個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它這三個版本啊 在電控系統喔 在它遠端控制的部分呢 是不太一樣的 那雖然我們要介紹的跑魂套件版 目前官方只公開喔 只有TCS版本你可以去做選購 S版跟標準版是不行的 但我們也希望可以完整的去介紹 它SmartCode晶片所帶來的各式功能 所以這一台 雖然它是TCS版 但我們已經透過選購呢 把它所有的功能所有的服務喔 都開通了喔 所以 如果你就電控系統 就應用程式來說 它跟S版是相同的 聽起來很複雜對不對 我也覺得很複雜 但沒辦法 它就是提供這麼多的選項 這個我先做說明 那簡單來說 待會在影片中 如果有提到一些 是一般的TCS版本 它所沒有的功能 你要選購才會有的 我們會以圖卡的方式 做一個加注 這樣子比較不會搞混 OK 那說到這邊 我們要開始介紹 但你可能也很疑惑 為什麼Gogoro要把這些事情 搞得這麼複雜 其實回到原點 我們完全可以理解 因為Gogoro從推出以來 它的一大特色是換電系統 另外一大特色就是它主打了 共用平台的造車理念 就是用相同的 換電系統 用相同的動力元件 車架 這些元素去打造車輛 然後再透過不同的配備 細節設定 動力的調教 來發展出不同的車型 那最大好處就是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可以很快速的 去因應不同其事的需求 來打造不一樣的車款 像以前Gogoro2系列 它就有分很多的子系列 這些做法就是希望說 今天你希望 車子配備不用那麼的多 你只要便宜 OK我打造一個版本給你 然後再來你希望運動性能好一點 配備豐富一點 我再打造另外一個版本給你 這樣做法我們可以理解它是好的 但是相對來說它就會帶來一個壞處 一個隱憂就是 它的車都會長得很像 像我們現在車子擺在旁邊 我也告訴你我要介紹的是 Super Sport TCS跑魂套件版 但你真的一眼看過去 你很難分辨 它到底是Gogoro2系列 還是Super Sport 那會有這樣的疑惑 其實也很能夠理解 因為它的框架 它的造型其實就是源自於 Gogoro2系列 所以在車體正面 它所呈現出來的 就是Gogoro寬寬大大 又充滿圓弧曲線的經典造型 而且從把手前方的小封鏡 斜板上的裝飾件 再到位於中央的LED頭燈組 還有車身中後段 大面積的一體式側車殼 搭載有環顯LED尾燈組的車體尾部 甚至是讓我們移車 駕裝住使用的後扶手 可以說在車上的每一個細節 都能夠看到圓弧的要素 那這個也是一直以來 Gogoro在造型上最大的特色所在 那當然 同中還是能夠求易的 所以目前Super Sport 所推出的三款車色 包含了極光綠 極光藍 還有極峰灰 都在鞋板上採用了動態光變烤漆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變色龍烤漆 它會隨著光線的變化 在不同的角度下 呈現出不一樣的視覺效果 雖然它只有在鞋板上 採用這樣的烤漆手法 側車殼還是使用單一色調 霧面的方式來呈現 但這個就是Super Sport系列 除了車名視牌以外 和自家兄弟車最大的差異 那另外 我們這次介紹所使用的Super Sport 它車上有安裝了 加價選購的Track Pack 跑魂套件 那這組套件它的設計理念就是 希望可以致敬 這幾年Gogoro持續投入了 TSR台灣機車錦標賽裡面的 電動車賽事 那其實說真的 這邊雖然我們要介紹車輛 但我要額外提一下 台灣的電動車比賽真的非常好看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關注一下 那它為了要致敬這樣子的活動 所以呢 它搭載了很多希望可以強化性能面 運動感這樣的元素 包括了把手左右兩側的端子後照鏡 SIMO的矽膠握把 COSO的淚碳纖維四樣前吐槽 DMV的兩截式可調剎車拉桿 和NCY合作的X-Performance 260mm浮動碟盤 以及野蠻公有的 玉載可調前叉和支架 這些 雖然不是一台純比賽車 競技車所必備的單品 比賽車不需要安裝後照鏡 但是在安裝上去之後 確實讓Super Sport增添了一點不同的味道 也讓它擁有了更鮮明的性格 那就整體外型來說 除了跑魂套件 以及鞋板上這個 動態光變烤漆以外 還有我們剛剛忘了講的 在前方這個 其實看起來很帥的 定封衣事件之外 你真的今天把 Super Sport拉出來 跟GOGOLO2系列通通擺在一起 然後我們把車名示牌遮住 即便你有研究 你真的也很難一眼分辨出 哪一台是GOGOLO Super Sport 哪一台是GOGOLO2 Delight 因為他們真的就是在 同樣的框間下 它打造出來的車款 他們是兄弟車 是男生車款 在造型上 它沒有太大的識別度 可是我們也明白 Super Sport推出 它的重點在於 它導入了新世代的晶片 Smartcode 而且它有很豐富的電控 和聯網的應用系統 這些是它的特色所在 待會我們也會在配備部分 好好的說明 可是回到外型 回到視覺上來說 Super Sport 它真的沒有太大的突破 這位GOGOLO旗下 率先導入Smartcode智慧晶片 並且定位為高階機種的Super Sport 配備當然是它的強項 那它除了提供實用好用的機能之外 也可以透過豐富的電控系統 聯網應用程式 帶來更安全更愉快的駕駛感受 首先我們照慣例從燈具看起 Super Sport的頭燈 是採用Class D的LED頭燈 在外圍還設有提高車體辨識度的 環形LED定位燈 那實際的夜間照明效果表現不錯 它透過了強調照射角度和亮度的設計 讓我們在各種環境下 都可以清楚地判斷眼前的路況 尾燈 是被暱稱為香腸嘴的環形LED尾燈組 那說真的 第一次看到它的時候 我直接笑出來 因為它的造型真的太俏皮了 但看久之後你也會發現 這樣也不錯 每天看到它心情都會很好 而且確實做出了鮮明的車款識別度 那至於結合在尾燈旁的後方向燈 還有位在頭燈兩側的嵌入式前方向燈 也都是使用LED燈具 那同時 GoGo的Super Sport呢 它還具備了在緊急剎車大幅減速時 會主動開啟雙黃燈 來提醒後方車輛要注意前方路況的 ESS緊急剎車警示系統 儀表 Super Sport使用了寬大的全彩LED液晶螢幕 中央的時速表字體非常的大 搭配上環繞於儀表周圍的裝飾燈 在視覺效果上我覺得是很舒服的 那另外 像是電池的電量 里程數 時間 預估可行使里程 即時胎壓 還有目前所使用的動力模式 TCS 定速續航等功能的顯示 它也都做得很清楚 讓我們一眼看過去 就可以立刻得到所需要的資訊了 那另外 在儀表下方中央呢 是車輛動力的啟動鍵 當我們解鎖車輛之後 只要同時按壓煞車和啟動鍵 就可以開始騎乘了 那目前Google也有提供1T級型的功能 就是當我們已經啟動車輛了 如果在使用過程中 你可能要買個東西啊 暫停啊 你有把側腳架放下來 進入待機狀態之後 只要你再次提起側柱的時候 你有同時的按住煞車 那麼車輛它就會自動進入可騎乘的發動狀態 這個有用過的話你就會知道 它是很實用的 那接下來是把手開關總乘 右邊是雙黃警示燈 車廂開啟按鍵 動力模式切換鍵 儀表顯示數據操作鍵 和Smart功能切換鍵 那左邊呢 是遠近燈 超車燈 方向燈還有喇叭 那左邊把手前方的按鍵喔 在靜止狀態下按壓 它有倒車的功能 輕輕一按它就會自己的後退 幫助我們把車輛退出停車格 那如果你是在行駛中來按壓的話 就是啟動它定速行駛的功能 那另外 在車輛啟動的狀態下 如果你持續按壓左邊的方向燈 就可以使用緩行功能 那這樣子 在一些需要微調車輛位置的地方 你希望可以多一點輔助力道 但又不希望直接去握電門 怕轉塌塌地會失控 那這個緩行功能 就可以派上用場了 那說到把手呢 這邊我要特別提一下 位於把手兩側端子後照鏡 很有個性沒錯 它的視野率其實也OK 你在使用的時候看後方是看得清楚的 但是啊 在這次測試過程中我發現 我不是很喜歡它 因為它限制了我手掌擺放的位置 在某些角度上我會覺得 手腕KK的 我沒辦法很自在去操控車輛 比如說我現在要帶轉 這邊要繞得比較大 而且低速我要進入帶轉區的時候 把手幾乎推到底的時候 我會發現 手腕這邊角度會被限制住 手沒辦法往外擺 用起來不是那麼的順手 或者是我今天在巷子裡面 我要牽車我要前後移動 我要做低速回轉 這些時候 它可能都會帶那種KK的卡卡的不順的感覺 雖然 長時間使用下來 你一定可以習慣它 不是太大的問題 但對我來說 我並不是很喜歡這樣的設計 好 把手下方 左邊的置物空間 裡面設有一組USB充電布 讓我們在行駛中可以幫手機補充電力 但這邊的設計 有點微妙 因為它的空間其實不大 提供的就是基本容量而已 所以如果你要放個小錢包 隨身物品 手機 OK 但是你要看你的手機大小 因為你會發現 大一點的手機是放不進去的 以我們平常在用的手機來實測 iPhone 12 Pro Max 沒錯 我們還在用12 放進去呢 你是沒辦法蓋上外蓋的 它太大了 那不裝保護殼的話 可以正常蓋上沒錯 但是 你不裝保護殼 你又要插充電線充電 沒有辦法 還是會卡住 一樣放不進去 所以就收納的實用性來看 它絕對是不夠的 但有趣的是 Super Sport它在外蓋上 有保留一個小小的開口 缺口 如果你接上充電線 你是可以從這邊 直接把線給往外拉 然後搭配手機架來使用 這樣子你就可以一邊騎車一邊充電了 似乎也更符合現代人的使用習慣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 就留給大家去評論 你覺得這樣的設計好不好 用起來實不實用呢 歡迎在留言區 跟我們分享你的感受 再來來到中央 這邊有一組長型的置物掛鉤 雖然它沒有防跳脫的機構 但因為它深度夠 所以實際在吊掛物品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很安心的來使用的 另外Gogoro原廠還提供各式各樣的選配套件 如果你要增加它的掛鉤主數 或者是多一個杯型的置物空間 這些都可以透過加價選購 來滿足你的需求 至於最右邊 這邊是Super Sport感應卡片的位置 只要拿出卡片靠近 就可以解鎖車輛了 那另外你也可以透過綁定手機 或是智慧裝置來做解鎖 看你要怎麼樣用都可以 那重點是 Gogoro Super Sport呢 它搭配有LTE遠端控制功能 所以你今天不一定要站在車子旁邊 才可以操作它 你住在家裡 你住在全台灣任何一個角落 只要手機連的上網 使用專屬的APP程式 你就可以遠端的來遙控開啟它 來操作它了 比如說我現在人出差了 家人希望從我車廂拿個東西 我手機拿出來 解鎖 開啟車廂 它就可以拿了 或者是我今天朋友 臨時需要借車 可是我人不在家裡 我也不用拿卡片給他了 我就是手機拿出來 遙控操作 讓它發動 就可以使用了 這個功能的應用 其實我們最直覺 我覺得最多人使用過的就是 共享電車 go share 它就是這樣的模式 它甚至還讓你可以知道 我現在車子在哪裡 所以這個應用功能 雖然它不是日常必備 你不是說每個人出門 一定要有這樣的功能 才可以使用它 可是當你真的有一天用到之後 你會發現 它真的蠻貼心 蠻好用的 這個可以去試試看 那接下來回到日常 每天都會用到的 就是車廂空間部分 打開一點我們可以看到 前面是兩顆抽取式的電池 有用過Gogoro Network換電系統 應該都很熟悉 它的使用方式非常的簡單 就是你到換電站之後 你抽出兩顆電池 放入交換櫃 交換櫃就會吐出兩顆充飽電的電池給你 那你拿出來之後 再把它放回到車廂裡 就可以立刻把電力補滿了 這個就是Gogoro Network換電系統 最方便的特色 只是這個方便的特色 它當然也因此佔據了很大一部分的車廂空間 所以嚴格來說 Super Sport可用車廂空間並不大 它的容積是25公升 所以有一些大一點的包包 或是長錢的盒子 是不好放的 但是因為它也知道 總容積並不大 所以它特別強化了深度的表現 所以在安全帽的收納上 它讓我覺得意外的很好用 因為以我們手邊的熱門安全帽來做測試 所有四分之三的帽款 都可以完整的收入 並且輕鬆的蓋上椅墊 就連全罩式安全帽的部分 除了一點XL尺寸的大帽體 有競技用大型空力套件的SHOE X14 會需要小壓帽體 才可以完整關閉收入其中之外 其它的全罩式安全帽 都可以完整的收納 所以對於很重視安全帽收納表現的人來說 Super Sport的車廂一定會讓你非常的滿意 那性能配備部分 Super Sport跑魂套件版的前叉 是使用野蠻公牛的 預載可調正義式前叉 搭配了輻射式對向四火塞卡鉗 和NCY S Performance 260mm浮動碟盤 那後面呢 這是阻尼和預載可調的雙槍避震器 搭配了單火塞卡鉗 和190mm通風碟盤 並且前後都搭載有 ABS防鎖式煞車系統 輪胎 採用的是米其林專為電動速克達設計的 City Grip Saver 前輪尺寸是180-14 後輪是110-70-13 是前14吋後13吋前大後小的組合 那在輪框上 還配備有無線的胎壓偵測器 當車輛開始行駛之後 我們就可以透過儀表上的數值顯示 來及時掌握自己輪胎的胎壓 是非常實用 而且安全的防護配備 那至於車體的整備重量 也就是在安裝兩顆電池之後 是123公斤 那就整體配備來說 Super Sport TCS跑魂套件版 它真的已經給得很頂 很豐富很高規了 所以如果你很在意 配備的規格 尤其是安全、電控 甚至是未來應用系統的發展等等 我覺得Super Sport 它絕對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在看完配備介紹之後 我想很多人心中可能會 可以浮現出一個小小的奇怪的疑問就是 既然Super Sport 它的重點是在於 Smart Code智慧晶片的導入 而且它相關的應用 也確實做得不錯 那既然這樣為什麼不乾脆 直接叫它Super Smart就好了 要叫Super Sport呢 那我想這可能有兩個原因 第一 Super Smart超級聰明 聽起來沒有很吸引人 它本來就智慧電車了 這個應該不用多去琢磨 叫Super Sport聽起來 比較兇悍 比較動感一點 那再來就是 如果你有騎過它 你仔細試過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的動態性能 確實 對得上Super Sport這個名字 我們這次所介紹的 GoGo Super Sport TCS跑魂套件版 它所採用的是 鋁合金水冷泳池同步馬達 最大功率是7.6千瓦 在3000轉的時候產生 最大扭力是28牛頓米 在0-2500轉時產生 具備有智慧、標準、競速、低電量緩行 等四種動力模式 提供有倒車輔助功能 搭配GAS高張力碳纖維複合皮帶傳動 那根據官方所公布的實驗室測試數據 在安裝兩顆滿電電池的情況下 以電速30公里的方式來行駛 最高的可續航里程可以來到170公里 那這個數字聽起來當然很驚人 170公里耶 聽起來超棒的 但實際上它沒有參考價值 唯一有就是 你跟過去的版本相比 可能過去測試150、160 那你對比到170之後它是有進步的 可是以實際上路來說 首先你不可能整路都用時速30公里行駛 再來就是 我們上路之後 也不可能不需要任何的加減速 再加上每個的體重超價習慣都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它真的沒有太大的參考價值 再來就是 其實我們自己試駕過很多電動車 包含我自己也擁有Google Network換電系統的車輛 那當我實際在使用的時候我發現 以我的超價習慣我會大手電門 我會全力去正常的做加減速 對應到我70幾公斤的體重 其實我大約 每次換到滿電電池 40幾公里 了不起接近50 我就必須要換電了 不然就會進入到限電的緩行模式 所以對大多數人來講 續航里程170公里是永遠都做不到的 實際上用大概就是40、50公里左右 那這個部分是實際的狀況 我自己所遇到的 那各位在換電的情況下 你目前最近這幾次換電 大約兩顆電池可以跑多少 歡迎在留言區討論分享 OK 那接下來我們跨坐上車 Super Sport坐高是780mm 那以我176公分的身高坐上來 雙腳同時踏地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因為它的椅墊比較寬 所以大腿的部分會被稍微的撐開 那多少就會影響到一點自腳性了 沒有辦法直接的雙腳平放貼地 但使用上是自然的 沒什麼問題 那我們家的編輯同事Eda 身高165公分 他也能在前腳掌確實踏地的情況之下 雙腳同時著地 使用起來也算輕鬆 那至於我們家的女同事 身高158公分 他可以正常的使用 但對於腳的壓迫感 就會稍微強了一點 單腳踏地可以很放心 但想要雙腳著地的話 就需要很專心的 所以如果你的身材比較嬌小 購車錢記得實際的去測試看看 那乘坐感受部分 Super Sport的椅墊夠寬夠大 單就空間來看 不管前後座都是充足的 這一點當然是好的 只是因為它的椅墊泡棉稍微硬了一點 再加上中央隆起的部分也比較明顯 所以我覺得它並不算特別的舒服 至少我的屁股是很強烈的告訴我 它希望可以擁有更柔軟的坐墊觸感 但同時呢 因為Super Sport它前置腳踏板的高度 比較低 而且現在也坐得比較平了 沒有中央高兩側低 讓腳容易滑落的老毛病 所以人坐上車以後 腳部需要抬得很高 它是可以呈現出很自然的垂放狀態的 所以這樣的其實 其實也是蠻舒適蠻友善的 所以這一點 我會再幫它加一些分數回來 那另外 雖然Super Sport的後座空間夠大 乘客可以自由的移動位置 但在試駕過程中我們也發現 它的後輔手 在移車在架裝作的時候很好用 可是因為位置偏低 所以後座乘客想要抓握的時候呢 會比較不順手 這一點 在剛入手的時候 是需要花一點時間來適應的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實際騎乘上路 Super Sport的動力 就跟我們熟悉的每一輛 搭載706千瓦馬達的 GoGo的系列車款一樣 用非常輕快敏捷的加速表現 這一點 不管是我多年前 第一次騎上GoGo One的時候 還是來到今天 再一次測試最新版本 Super Sport的時候 它的動力表現 真的都讓我覺得很好玩 很愉快 這個就是最直接的感受 我相信也是很多人 在試過電動車以後 就回不去油車的關鍵所在 因為這種明快的加速反應 它在表速60公里以前 都是很一致的 尤其是當你切換到方格騎模式之後 即便你只是在市區騎乘 即便是每天相同的通勤行程 它都可以讓你覺得心情愉快 騎起來很開心 那雖然說 來到高速之後 它的加速感會明顯的趨緩 而且尾速大約就是落在90公里左右 可是因為 GoGo的系列車款 它沒有燃油車的引擎震動 沒有排氣管的聲浪 這些特質呢 會讓我們更明確的 去感受到周圍環境的變化 輔過身體的風 周圍的溫度 這種感覺喔 說真的很奇妙 有時候我會覺得 我好像在踩溜冰鞋 就是這樣飄在路上 這是很有趣的 雖然我必須很誠實的說 我是一個標準始終派的油車騎士 這一點我不會否認 我就是喜歡吵一點 我喜歡有引擎的震動 可是如果今天以通勤用 以日常騎乘來說 GoGo系列車款喔 確實可以讓我騎得很愉快很開心 這一點我是絕對認同的 甚至我自己 平常也很常用GoShare的共享電車服務 原因就是因為它騎起來 會讓你心情愉快 就這麼的簡單 OK 那在動力之外 Super Sport的操控也很好 在搭配跑魂套件的情況之下 Super Sport的車架、懸吊 都可以以硬朗又不失協調的調性 讓我在山路上很放心的去操控它 雖然它跟我近期所試駕的一些 運動型燃油引擎的速克達相比 Super Sport的操作體感喔 是有點偏硬的 尤其在車架的部分 它回饋給騎士的就是很直接的路感 跟重心轉移 少了一點韌性 雖然這個韌性你沒辦法很明確的 用數據、量化的方式去呈現 但是那是人跟車之間的互動 我覺得Super Sport在這個部分 它還是少那麼一點關鍵的要素 但是這樣的駕駛特質 跟它的動力相結合之後 配上前大後小的輪框配置 還有雙電池位置 重心比較高所帶來的靈活轉向之後 我覺得Super Sport它所帶給我 所呈現出來的就是靈活、聽話的特質 這一點我還是很喜歡的 雖然如前面所說 它的端子、後召筋會讓我手掌的位置受到限制 有時候覺得操作起來不是那麼的舒服 但整體搭配起來 再加上它前面的對視輻射卡鉗 260mm碟盤所帶來的充足自動力 還有TCS群機控制系統 ABS防縮時煞車系統的安全輔助 這些都會讓我在駕駛Super Sport的過程中 獲得更多的安心感和純粹的啟程樂趣 那就整體動態表現來說 我覺得很簡單很直接的一句話就是 這就是我們熟悉的Gogoro 動力輕快、操控靈活 而且換電很方便 這些特質通通都有保留下來 但是我們也能夠明白 為什麼Gogoro現在出了這麼多車型 很多人在試過新車之後還是留下同樣的頻率 就是都差不多啊 都一樣啊 這個我覺得就是換電系統它的美麗與哀愁 美麗很簡單嘛 兩顆電池拿出來 你認真講起來 只要有換電在地方 你再也不需要有里程焦慮 因為你只要隨時把電池放進去 就有滿電池拿出來了 就這麼簡單這麼好用 可是會說哀愁就是 當我今天電池容量就是這樣 而且整個換電氣口監控起來 你要花非常多的成本 而且它不是說今天立刻有新的技術 就立刻可以應用 它必須大量去更換 而且電池技術 它持續有在進步 但也需要時間去等待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它如果想要把馬達功率加高 要讓速度變快 不是不行 但實際應用來說會有問題 因為以我現在自己騎乘來講 我大約40幾公里要換電 我今天動力輸出一倍 我相信Gogoro技術絕對做得到 速度增加一倍 OK沒問題 那你消耗速度 電池消耗的時間 是不是也會快一倍 這些是它現在必須去面對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除非在未來 短時間之內 有什麼逆天的黑科技 已經醞釀很久了 一下子推出 現在電池容量大到3倍4倍5倍 不然在短時間之內 我想Gogoro系列車款 它的動力 它的動態特性 大概就是目前這個樣子 那你說這樣子 會不會讓你失去一點期待呢 會 但是回到本質上來說 就如同我前面所講的 動力輕快 操控靈活 這些特點它還是有保留的 所以如果過去 你沒有試過 我真的強烈你去試試看 其實它騎起來還是很好玩 很有趣的 其實在我試過所有車款裡面喔 Gogoro系列的車型呢 其實是我最鼓勵大家去嘗試看看 去騎看看的車子 因為原因很簡單 不管你喜不喜歡 電動車就是現在世界的趨勢 大家都盡可能去投入相關的研發 你可以選擇及早去擁抱它 去接受它 你也可以堅持抵抗到底 我就是不騎電動車 但是如果你喜歡車輛 你對車子有研究 我還是建議你去試試看 去體驗看看 試完之後喜歡不喜歡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至少你可以多了解這些新的科技 多了解電動車到底有什麼樣的魅力 這個絕對是好事 OK 那我們這次所介紹的Gogoro Super Sport TCS跑魂套件版呢 因為它整個系列的車款非常的多 所以為了方便大家做參考 我就直接把它在2023年7月份的售價 還有Super Sport車系相關的價錢 都以圖卡的方式來做呈現 但還是老話一句 所有的售價跟配備 都以Gogoro官方公布的為準 那如果說你想要了解 近期的購車或是分歧專案 也都可以直接到Gogoro全台的據點 來詢問或是賞車 那什麼樣的人適合 Gogoro Super Sport TCS跑魂套件版 什麼樣的人又不適合呢 我們先來說不適合的 首先第一個就是 這應該是針對所有Gogoro使用者來看 就是你所在的縣市 你所在的地區 並不是我們說的市區 或者是你住家附近 你上班的地點 都沒有豐富的廣泛的換電站的話 那說真的你用起來會沒有那麼的方便 那這個其實很容易查詢 你現在只要上到官網 你打開相關的應用程式 你就可以知道 你居家附近 你上班工作地點附近 你的通勤路線上有沒有換電站 如果有那當然很方便 但如果沒有的話 我覺得就失去了換電系統 它最大的優勢了 那當然這個我也必須幫Gogoro講話 因為他們現在真的很努力 在擴建換電站 電是越來越多 越來越密集 這個是真的有在做的 但是 整個換電網路的興建 它要花非常多的錢 時間 精力 甚至現在地點審核也會越來越嚴格 所以這個部分 是現接待的狀態 如果說 你真的使用的環境內 就是沒有那麼多換電站的話 那麼當然不要優先去考慮 Gogoro系列的車款 再來就是 如果呢 你需要電動車 你喜歡電動車 但是你用不到 像Super Sport 那麼多豐富的電控系統 你希望的是 價錢便宜一點 或者是車載小一點 我要的就是單純的通勤 那麼其實以Gogoro 現在整個產品線來講 系列非常的多 我們熟悉的二系列 或是後來我自己也很喜歡的 Viva Mix Viva XL 甚至你要小心一點的Viva 還有之前為女生所設計的全新Gogoro Delight 這些都是很好的選擇 你並不一定要選到最高階的 Super Sport 甚至是我們這次介紹的跑魂特試版 它確實有它的優點所在 有些東西用起來你會覺得很棒 但它的價錢也就比較高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很簡單 回到你的使用需求去做判斷 它很好 但不一定是最適合你的選擇 最後一個可能也不太適合Super Sport 這是以電車車主的使用經驗來做的囉嗦 因為我相信大部分都知道電動車的特性了 可是當我實際用它一兩年之後 我必須要講 如果你真的就是不喜歡去加油站 你不喜歡去換電站 你覺得每天要去做這樣的事情很無聊 很枯燥很乏味甚至麻煩的話 那你不要選它 因為像我自己 我們剛剛有說過了 以我這種大手電門就是會 加速衝刺的人來講 我大約40幾公里我就要換電了 那像我自己每天通勤 我從住家到公司往返 一整天下來累積的里程大約30公里左右 我等於每天最多最多 我就是一天半兩天我一定要去換電 雖然它換電的動作真的很快速 戳起來放進去拿新的出來再放回去就好了 但用久了我覺得也是麻煩 所以這個部分我就回到你的使用習慣 如果你覺得這個動作對你來講沒什麼 每天把電子拿出來放進去 展開全新的人生 重新開始 reset的感覺 你覺得很棒 那當然沒有影響 可是如果你跟我一樣很懶 我連汽車加油我都覺得最好是可以 如果我可以付錢 每天它都自動充滿 我不用去加油站 我就覺得很棒 你是像我這種很懶惰 覺得什麼事情都很麻煩人 那用久了你會覺得 這個真的不是那麼符合自己的個性 所以這一點考慮一下 現階段它還是好用的 但是你的里程使用 每天使用里程高的時候 你就要常常去做換電 這個是不是真的符合你需求 記得購車錢考慮一下想一下 OK 那什麼樣的適合 那麼Gogoro Super Sport TCS跑魂套件版呢 首先第一個當然就是 你喜歡電動車 你喜歡這種輕快的加速感 而且過去包含你是使用共享電車也好 或者是你有騎過朋友的車也好 你覺得電動車的總統特性都很棒 然後你又希望可以進一步去強化 它所有進階的功能 包含電控系統 包含遠端的控制等等 那麼頂規的 而且擁有廣泛有智慧晶片加持的Super Sport 絕對是很適合你的 那這個部分呢 我想簡單一點 我把所有東西通通整合在一起講 首先 性能 操控 騎起來的感覺 它表現得很好 我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我覺得騎著它我真的開心 那再來就是 其實這一次在介紹Super Sport的時候 我覺得很苦惱 因為它的功能真的太多了 從它上次發表會到後來我們去 電視台介紹各式車款的時候 我覺得每次要整理它的資訊 都很麻煩 因為你光是一個 Smartcode智慧晶片所帶來的 遠端控制啦 相關的應用程式等等 未來你在線上開啟它的新功能這些 都很棒都很好 但是你就是要去研究 那如果你是願意花時間去研究的人 你會發現這台車樂趣無窮 甚至你會期待說 未來它是不是可以再開發出一些新的功能 我們就像線上手遊一樣 有新的功能出現了 我就加價選購 它就可以透過韌體升級 讓你車變得更厲害 這些我覺得它都有準備 而且未來應該也都會做到 所以你要性能也好 你要更聰明 更安全的輔助電控 甚至像胎壓 以前我們會自己花錢去裝胎壓偵測器 它原廠也都準備好給你了 所以在各方面來講 其實它確實表現得很好 所以如果你要高性能高規格電動車 我覺得以Super Sport 加上這次跑文套件 它在外型上也做一些個性化的改裝 這些通通加起來 它確實能夠滿足高階玩家 進階玩家的需求 這個部分它做得很好 OK 最後我們來總結一下 以動力性能來說 它表現得好 以配備 從安全性實用性機能面來說 它也做得夠好 唯一真的要挑剔大概就是 它所採用的車型就是二系列延伸而來的 在這個部分它沒有太大的突破 但是撇除這一塊不談 總結來看 你現在要頂規的高階的 確實它就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所以如果想選購電動車 而且你預算有到的話 那我覺得這一台車 Super Sport TCS 跑魂套件版 確實是很值得你來認識的車款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 拜坑機車資訊網 所帶來的新車測試報告 我是小三 先見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不知道有沒有人的影片 是直接跳到片尾步入來看的 因為可能覺得說 電動車都差不多 介紹沒什麼要看 來看後面片尾會講什麼 然後也有可能覺得說 其實Super Sport車型 它已經推出一段時間了 怎麼現在才來做介紹 因為這次跑魂套件版推出之後 確實他們有邀請我們試車 那我們想說趁這個機會 做一個完整的討論 完整的分享 也是不錯的 OK 那不管你是怎麼樣去看待它 我說一點我自己個人的感受 因為其實長期以來 有些人會覺得我們是狗黑 講到電動車好像就是常常會挑毛病 找一些麻煩等等 但我必須要說 像我們今天介紹影片 如果你願意再回過頭去看 其實好的部分 我們就發自內心的覺得好 它的馬達 它的動力輸出 我覺得很棒 騎起來真的很開心 我們就直接講 但有一些 現在真實存在的問題 以車主 以使用者來說 我感受到 我覺得也要分享出來 因為這不只是我們消費者 騎士自己本身要面對 也是Gogoro 為了他一定要去面對的 比如說第一個換電站 現在換電站非常的多 Gogoro真的很認真在做 我記得現在數字好像 換電站的數量已經超越Gogoro站了 沒有錯 這個是一個很明確很棒的里程碑 可是回到現實面 你換電站同樣的數量跟Gogoro站相比 它可以服務的使用者是完全不同等級的 對台灣的Gogoro站可能就這麼多 但是全台灣使用者都可以用 那現在換電站的數量它沒有辦法 對應到全台灣所有的機車騎士 這個是現實要去面對 再來 使用里程上來說 對電池持續有在更新 但是我們自己有在用就知道 你換到新電池跟舊電池 在使用的里程上就會有差 我們都期待 可以換到更好更新的電池 但就現實面來說 它不可能馬上就全面更新 它是一步一步來的 而且在你更新的同時 有些電池它也會因為使用的次數越高 需要汰換 這個東西是不斷的在整理 不斷的在經歷當中的 那這些問題我覺得都是 接下來Gogoro要去面對的 因為坦白說 你光是名字 Gogoro Super Sport TCS跑魂套件版 這名字就夠長了 你今天如果對我們這種喜歡車人來說 我願意花時間去了解 我願意去查資料去看你到底 smart code智慧晶片帶來的好處是什麼 你要怎麼樣去線上增購選購 這些東西你對於常鮮型的消費者 願意去理解產品的消費者來說 絕對是有吸引力的人 因為像我研究完就說 這真的不錯 而且樂於跟大家分享 但多數人大眾型的消費者 他其實真的很懶得 聽你在那邊講這些文青華麗的遲早 沒有必要你就告訴我這個車好不好 我換一組電池能跑多遠 這樣就好了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就是 接下來Gogoro它必須要去面對的 因為你要走入大眾市場 我講更白一點 你現在所有電動車都一樣 雖然我們知道它是未來的趨勢 但是在二輪車界 討論度聲量就是降低 銷售數字也沒有前幾年 來得這麼的蓬勃發展 因為它已經過了一個產品生命週期 它現在要進入的是大眾的視野 那在這個階段 你要做的是很務實很接地氣的方式 那這個部分其實老實講 Gogoro並不擅長 如果今天是新的車款 氛圍的營造 它們真的很厲害 有時候看到廣告看到形象的塑造就覺得 哇真強 但是接下來這個階段 你要讓婆婆媽媽 你要讓一般的上班族 你要讓一般的學生都能夠去接受 要花時間必須要去面對 那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它會經歷一個陣痛期 包含對媒體 包含對消費者 所有的動作你都要重新去調整 如果能夠做到真正去面對 去調整去改變的話 那其實我覺得會成功 因為當年Gogoro為什麼會做起來 就是它面對問題 它提出一個沒有人想過的思維去做 而且實行的 很好成功 但如果現在沒辦法做到 那你可能就只能淪為首層 然後被潮流推著走 但你願意去面對的話 或許你就可以再次掀起潮流 創造更好的市場 所以接下來怎麼發展 就讓我們一起繼續的觀察下去吧